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至关重要的话题 年轻女性的投票趋势和卡玛拉、哈里斯的表现 年轻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逐渐上升 她们的选择可能会对整个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激烈的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必须吸引这一群体的支持 才能在面对特朗普的挑战时保持优势 我们将看到 这些年轻女性对于堕胎权的讨论充满热情 并且她们渴望在选举中发生 哈里斯的表现不仅关乎她个人的政治生涯 更是关键州年轻选民投票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奥巴马的力挺 哈里斯也在努力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但仍有不少人对她的候选人资格表示怀疑 此外 查尔斯国王在澳洲的访问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对于历史不公的强烈关注 原住民抗议者的声音不容忽视 这一系列事件都在告诉我们 民众的情绪和期望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政治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匹兹堡大学的校园里 灯笼虫在阳光下飞舞 音乐飘扬 折叠桌上点缀着水果零食和拯救民主是时尚的粉红贴纸 这是由NextGen America举办的选民登记活动 这个进步组织致力于提高关键州年轻女性的投票率 在活动现场 18岁的梅雷迪斯·温瑟 Meredith Wendor 从北卡罗来纳州来到匹兹堡 刚开始她的大学生活 她在活动中登记 并计划支持民主党的卡玛拉·哈里斯 温瑟对于哈里斯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中展示的坚定表现感到激动 她认为看到一位女性如此勇敢地与男性对抗令人振奋 年轻女性在这次选举中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特别是在哈里斯努力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时 堕胎议题更是激发了她们的参与热情 温瑟强调男性不应该对女性的身体拥有发言权 这是许多年轻女性的共识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县 年轻女性的投票率对民主党至关重要 这是各在过去五次选举中都支持民主党的地区 根据统计 18至24岁的选民有超过88,670人登记 25至34岁的选民则有超过183,232人 这些年轻选民几乎占了该线943,221名登记选民的30% 对于共和党的特朗普来说 这个选区的投票结果可能会决定选举的走向 他在竞选中不断强调自己男性气概 试图吸引感到困惑的年轻男性 他近来常在演讲中宣称女性需要保护 并将自己视为她们的保护者 这种说辞对女性选民造成了冲击 而哈里斯则直接反驳了这种观点 强调共和党人对女性根本不信任 并坚信女性应有自主权 超级多数组织的高级主任杰西卡 赫雷拉表示 堕胎象征着自主权 他认为哈里斯能够扩大选民基础 尤其是那些不偿投票的年轻女性 在这场选举中 宾系法尼亚州成为两党必争之地 拜登在四年前以为弱优势赢得了这个州 而希拉里 克林顿则在更早前仅以些为差距输掉 这样的背景下 年轻女性选民对哈里斯的支持 可能成为她获胜的关键 然而 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 18岁的匹兹堡新生特巴 拉特夫 Tiboletev 表示 他对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抱持怀疑 认为两者在重要议题上的表达都不够深入 他甚至直言这些政治人物是在操控选民情绪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对于民主党来说 如何动员年轻女性选民将成为胜负的关键 同时正当美国的政治气候因选举而紧张 另一边的大洋彼岸 查尔斯国王在澳洲的访问也掀起了不小的波兰 在他的行程最后一天 一位名叫维恩 沃顿的原住民抗议者大声抗议 将查尔斯称为盗贼之王 并试图向他发出逮捕通知 这一场面在悉尼歌剧院外发生 沃顿的激情言论揭示了澳洲原住民对王室历史性对待的深刻不满 沃顿在被捕后激愤地表示 查尔斯的访问对于努力在澳洲生活的原住民来说 是一种羞辱 他完全支持另一名抗议者利迪亚 索普的行动 索普直言查尔斯不是他的国王 并指控他种族灭绝 尽管面对抗议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继续他们的行程 参观了澳洲癌症中心 并在那里谈论自己的癌症诊断 以提高对癌症的认识 这次访问还包括与年轻作家会面 以及在政府大楼种植纪念术 显示出他们对于澳洲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澳洲访问结束后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将前往萨摩亚 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 这也是他王室生涯中对环保问题的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 在美国 前总统奥巴马在密歇根州为哈里斯竞选发生 他回忆起2020年选举后特朗普引发的混乱 并呼吁密歇根州的选民支持哈里斯 奥巴马在底特律的演讲中强调 这次选举中最令人不安的是 许多人开始放弃曾经坚持的价值观 并对特朗普试图操控选举结果的行为 提出严厉批评 奥巴马的演讲不仅是一场政治集会 更是对于美国价值观的呼唤 他告诉密歇根州的选民 真正的力量不是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 而是来自于每天努力工作的人们 奥巴马为哈里斯打气 提醒选民他的经历和价值观 并呼吁选民用选票来捍卫 他们所相信的自由和权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 和她作为女性领袖的形象 让许多年轻女性倍感鼓舞 不仅仅是因为她能够在辩论中 坚定地面对特朗普 还因为她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立场 特别是对自主权和堕胎权的支持 展现了她的果敢和决断力 这对于关注这些议题的年轻选民来说 无疑增加了她的吸引力 然而 哈里斯的吸引力并不一定足以保证 她获得足够的选票 年轻女性虽然对她的形象感兴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 她们会在投票日愿一走出家门 数据显示 年轻人一般有较低的投票率 而且即便是对堕胎权关心 也不代表她们对哈里斯的其他政策满意 事实上 哈里斯在这次选举中面临的挑战 正是她能够证明自己领导能力的机会 奥巴马也在积极支持她的竞选 这表明 她在民主党内的支持力度不容小觑 而她对共和党人的批评 尤其是对于女星自主权的捍卫 是她在年轻选民中建立支持的基石 但即便有奥巴马的支持 哈里斯也许仍然面临吸引广泛支持的困难 尽管她在某些政策上有吸引力 她的整体形象和政策是否能够覆盖到更多的选民层次 仍然是个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和医疗政策上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 她的立场并不具有实际可行性 选举中每位候选人都会面临批评 这是正常的政治过程 但重要的是 哈里斯所代表的改变 和她对于社会公正的承诺 与传统的政治人物截然不同 她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讯号 特别是在一个需要改变和改革的时代 她能为女性选民带来更多的希望和选择 然而 这些希望和选择是否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影响力 仍是未知数 很多年轻女性也在质疑 这些对于堕胎和自主权的承诺是否能真正落地 选民需要的不仅仅是口号和形象上的支持 他们更希望看到实际政策的推进和改变 而这正是哈里斯需要在未来的选举中 证明自己的地方 我是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在阐述哈里斯的选举策略与形象时 展现了各自的观点 值得深思 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论述上的不足 楚天书的观点明确表达了哈里斯对年轻女性选民的吸引力 强调了她在自主权和堕胎权方面的立场 这些确实是当前选举中重要的议题 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民来说 然而 她的论证显得有些片面 未能充分考虑年轻选民的投票行为和怀疑情绪 谢琪琪的回应 则对这一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指出即使哈里斯的形象吸引人 年轻女性是否会真正投票 仍然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楚天书在指出哈里斯的领导机会和奥巴马的支持时 固然展示了她的动态优势 但忽略了选民对政策的深层需求 今天的选举不仅是形象之战 更是政策之战 谢琪琪的论点正是强调了这一点 质疑哈里斯的整体政策 是否能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群体 尤其是在经济和医疗等关键问题上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量 因为选民的支持 往往取决于候选人能否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在辩论的最后 楚天书重申了哈里斯的社会公正承诺 这无疑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诉求 然而谢琪琪的观点则指出 单靠口号无法转化未实际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观点引发我们对于选举过程本质的反思 选民需要的是具体的政策和实际改变 而不仅仅是政治口号的响亮 总结来看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 呈现了两重截然不同的视角 楚天书篇重于哈里斯的形象 与孤无人心的承诺 而谢琪琪则更关注于选民实际需求 及政策的可行性 未来的选举中 候选人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才能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希望两位变手在未来的讨论中 能进一步深化 对于选举与选民心理的理解 展现更全面的观点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